朋友聊四季 天鹽的個星 大家好 我是Nel 今天要來看蒙古人對上伯伯人 這場比賽是T90的白金聯賽 好 先來看一下 綠色是選擇了蒙古人 那蒙古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馬功的攻擊速度特別快速 而且他吃斑羊啊 或是野豬的野生動物的時候 肉量的獲取是更快速的一點 那蒙古的大肉馬呢 還有草原騎兵 城堡是在開始了 這個清騎兵之後呢 都有這個血量加成 所以後期呢 主要是打一個馬功 配上騎兵路線 都是蠻適合蒙古人的 好 接下來看一下 波波人 那波波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村民的移動速度 天生是比其他文明還要快一點點 黑暗時代是5% 到了封建時代是10%的移動速度加成 所以一開始移動速度就會有一點優勢 不然你是要拉豬啊 或是拉大象 還是要去採資源 這個移動時間加快 對經濟來說 都會有一點幫助 波波人呢 他還有這個城堡時代的 馬舊單位的折扣 地獄時代則是有 不好意思 地獄時代是8折 城堡時代是9折 那後期的波波人 主要是打這個弱工 駱駝工兵單位 作為主軸的 那駱駝工兵的話 打對方的馬功 也會有外傷害的加成 所以這場比賽對決 有點算是 冤家陸宅 蒙古圖祭 對上這個駱駝工兵 哪邊才是 馬功的王者 就要來看一下這場比賽 好 那這張地圖來說 波波人會有稍微比 蒙古這邊有 小小有優勢一點點的地方 是在於他出漁船的時候 還有戰艦 移動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漁船好像不會了 只有這個戰艦的樣子 那在這移動速度很快 就意味著他可以 補齊更快的這個戰艦 到前線 或者自己出火戰船 去燒對方船的時候 更有效率一點 那蒙古這張地圖的效率 其實也不會太差 因為他這邊野生動物其實很多 你可以一直吃一直爽 搭上有超級多的數量 所以蒙古在前期的肉類獲學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甚至到了快到帝王時代的時候 才需要撒下農田 肉量是真的很多的那種 而且又可以捕魚 好 那看到波波人已經來蓋這個碼頭了 那先稍微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開局方式 兩邊都是正常的四木開 這邊也拉了四個人 因為旁邊這個木伐完之後 就一定要開個伐木場 去穩定自己的木頭 然後去傳出戰船 或者是更多的漁船出來 好 那這一場比賽 是這個雙鋒駱駝 兩邊都不是一個赤猴 都是這個野生動物 可以去探索的 好 那蒙古人這邊已經17匹 剩下了封劍時代 而且這17匹還會更早 只有15春喔 就點下了封劍 7分鐘 7分15秒 上封劍時代 這個有點誇張喔 11分15秒 好 那賽斯地圖果然 可以打出一些比較特別的配置喔 這個上的時間實在是太早了 7分15秒 好那看到蒙古這麼高處上封劍時代 波波這邊開始在圍家了 那這邊圍家的話 可以考慮這樣子圍喔 直接圍死 讓這裡的木製區喔 跟裡面的礦產資源喔 可以安全的挖掘 或是直接圍下來 圍到城鎮中心這裡做聯防 然後這邊再圍一下 也都是可以考慮的 那蒙古一生動風劍時代喔 也沒有馬上就補下自己的軍營跟馬舊 反正是補下了戰艦喔 去騷擾伯伯這邊 好第一艘剛出來而已 好應該是第二艘了 他第一艘剛才有往前 剛才有看到 好 那波波這邊 果然漁船被騷擾了 欸結果這漁船 也有這個移動速度加成喔 1.39 其實還蠻快的 好這邊直接出自爆船 來炸一下 哇 直接炸掉兩艘漁船 這樣就不虧了 好這一艘漁船 只能被逼退 就要來看一下 波波要不要繼續捕魚喔 或是直接轉農田 好波波這邊轉出了肉馬 到了前線看一下蒙古到底在幹嘛 好這時候蒙古 才慢慢補下了自己的馬舊 要來轉肉馬 大運都是一個正常肉馬開局 但是蒙古這邊有肉量獲取的優勢的關係 所以他現在肉來說是比較多的 多到可以升到城堡時代了 好 好下方馬頭沒有繼續出漁船 火戰船也沒有繼續往前 好 好這邊想要衝進去 直接硬衝 雖然省失掉了一些血量 好 反正這裡衝進去 應該還是可以騷擾到一點東西 好這邊村民直接回頭爆打 小兵過來 好這裡沒有繼續 進攻 反正是要來撤退了 這邊村民被抓掉了一隻 哇小小虧了一下 目前伯伯人這邊的村民術是有優勢的 是因為他這邊是比較晚升到城堡時代的關係 蒙古已經升城堡了 但蒙古這邊還沒有開挖石頭 反正是很穩定的拍下自己的木頭跟食物 先把這兩個穩定資源弄起來 然後出的是草原騎兵 那石頭部分可能要到下面挖 他可以轉出自己的蒙古圖記 這個關鍵的單位 草原騎兵再繼續出 右邊戰船兩邊也在互打 這邊又再衝了一波沒有抓到村民 好戰船的部分 伯伯人突然又打贏了 看這裏有自爆船 炸了一下 兩艘戰蟹殘血沒有被收掉 還可以接受 伯伯人這邊現在有點忙 現在忙在維加 也沒有時間去管這個火戰船 這裡居然有個洞 我以為發現 右邊居然還是有洞 哇這鍋溜進來有點小傷 不然被打掉了兩隻村民 那草原騎兵還有個細節 要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他的攻擊力是九攻的關係 雖然一定要補下了二攻之後 打村民才需要四下 不然打一隻村民現在是要五下的傷害 才可以打得贏 所以草原騎兵要騷擾到的話 要很有效率 還是要點二攻 會更好一點 這邊老頭遭想下 遭到一隻駱駝 這個交換感覺不會太虧 蒙古這邊則是開架了城鎮中心 開始挖了石頭 農田開始補下了 這邊是打3TC的關係 所以一定還是要補些肉量 不然一定會斷肉 不然就是要一直往前 可以吃斑馬 但吃野味的話 要守住自己的村民是很困難 漁城的部分也沒有繼續出 兩邊都是稍微在控海域的部分 並沒有要靠海發大產 實在是穩紮穩打的 灑下農田 去做產經濟的動作 兩邊準備要打一個 暴兵的流程 蒙古這邊則是出了四隻草原騎兵之後 沒有再繼續出了 3TC先開農起來 這裡有洞喔 這裡洞其實蠻多的 好 家裡看起來沒問題 伯伯人這邊轉出了大量的駱駝 準備要來用駱駝當作主力進攻的樣子 好駱駝稍微爆打一下 拆一刀 後面有五隻老頭 看你這波著想能不能做到事 直接拉走 反應很快喔 好駱駝再上次往前 結果後方的老頭還在做招翔 這邊再回頭一次就會被招翔掉了 直接拉回家拉到底就可以了 後方經濟看起來差不多 但是 波波人這邊村民已經落後很多了 79村對上56村 兩邊的村民處差距有點大 那蒙古在家裡則是補下了自己的城堡 那待會城堡開始傳出蒙古突起 然後 待會再可以轉出帝王死蛋 好這邊用少量的肉碼抓掉了四 喔三隻老頭是不是 哇應該是兩隻而已喔 不是三隻 好是三隻吧 怎麼有一隻不見了 應該是兩隻而已 第三隻在這裡 OK 那看起來蒙古人這邊是要打一個蒙古突擊的一個打法 待會就要轉一下大雪喔 還有這個地龍時代 轉出化雪 還有自己的三級色 趕快升到最強 這個城堡時代的蒙古突擊喔 其實 初期的殺傷力喔 並不強大 因為還沒有成型喔 也沒有彈道雪 通常只要出戰毛兵喔 就可以擋一下 但是到了地龍時代之後 這個蒙古突擊 數量一起來 就真的是 擋不太下來 所以伯伯人後期要打對 對方的蒙古突擊 可能要轉出 駱駝弓兵 或是 標槍騎兵喔 都可以做考慮的 好 這邊肉馬抓掉兩隻生驴 還不錯 繼續用駱駝反制回去 對方前面的騎兵 兩邊有點偏暴龍喔 稍微再快進一下 這時候伯伯人點一下這個 城鎮巡邏 城鎮巡邏有必要嗎 有點貴喔 不如先點個地龍時代 現在 會更好吧 果然取消了 剛說一下他就馬上取消了 原來的科技很貴喔 叫三百肉 三百肉 不如趕快點個地龍時代 更有意義一點 好 現在蒙古的馬功 開始在做拉達 拉達的傷害其實還不錯 這時候伯伯人才補下品種 剛剛都沒有品種在對打 有點小虧 這時候蒙古 儲齊的數量越來越多 看品種也沒有點 但正面開打的話 射速還是很快 高速射掉了這邊的駱駝 好 不過左邊這棟城堡 稍微扛到了一點東西 這時候在左邊補下了一個城堡 看來一上帝王要來前線 開丟巨型投資 拆除這棟城堡 那伯伯人這一個城堡就會有點危險喔 因為他的城堡位置 第一棟就在外面 這樣很難有這個時間去續起來自己弱攻的數量 這個算是玩寶兵 弓兵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的喔 因為弓兵最需要的東西就是數量堆疊 數量太少的話弓兵出一兩隻 通常做不到太多事情 好 這把我蓋好 伯伯這邊第一時間 沒有辦法讓自己的弱攻穩定 轉出 反而是轉出了駱駝的打法 而不是駱駝攻兵 這邊沒有單刀血的關係 射得有點歪 現在二級馬鎧才剛補下而已 如果伯伯這裡要打的話 還是要等一下三攻 跟三防 三封要優先點 這個三防 遠距離的防護率實在是很高 還是要補一下會比較好 不然就是伯伯這邊轉出駱駝 配上標槍騎兵喔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我覺得他應該要趕快補兩個射箭長 或是三個四個 在後面 出標槍騎兵來打這個摩托騎 不然這個駱駝要做到事情其實蠻困難的 其實蠻困難的 好 這邊 巨型偷司機 果然要拆除掉了 這邊四台巨型偷司機 硬拆 正面城堡 扛不住 好 從這邊開始慢慢轉出自己的肉馬升級 下方這坨駱駝想要去抓一下野外挖支援的村民 稍微抓到了一些 當然重重駱駝還沒有升級好 下方往下飛奔村民 可能要被抓包 這時候 蒙古突然點下了精銳的升級 有精銳之後 勃勃人就更難解了 傷害會直接加二攻喔 變成十二攻的傷害 哇 這一圖解不掉喔 看來要被秒殺了 好 大量駱駝直接下來硬打 駱駝也不管你到底是不是城市中心 反正我有三級馬鎧 三級馬鎧 城市中心打下的傷害就不會這麼高 哇 砍掉了非常多的村民啊 村民差距已經被打出來 98村對上116村 但是蒙古在中間蓋了一棟新的城堡 讓所有的蒙古突擊在中間這個位置喔 宅縫中求生存 更多的駱駝走了出來想要解 但由於沒有控好的關係 並沒有打出非常好的一個戰果 一直撞到了這個城堡 然後這裡也沒有第一時間去攻擊後方的蒙古突擊 而是在敲這邊的村民還有巨型投資機 下方巨型投資機出來想要打 但是蒙古突擊要過來了 蒙古突擊打工程器有外傷害 這裡拆巨頭很快 兩發收掉一個 哇 雖然伯伯人這邊駱駝很便宜 現在有八折優惠 但是好像還沒有打出非常好的一個戰績 這個城堡也沒有被拿下來 城堡再加上蒙古突擊的傷害 讓這些駱駝損失了非常多的血量喔 好 蒙古這一坨 拿工看起來是做到了很多事了 哇 急殺掉了22個單位啊 好 二攻補了下去 但是馬攻還是有強大的優勢 但沒有補彈道血也蠻奇怪的 這時候應該要補個彈道血會比較好 彈道血沒有下 OK 正面絕情手機繼續開拆 終於把城堡往後開了 城堡往後開 就可以慢慢續出自己的駱駝工兵了 好 現在蒙古突擊 到處開射 哇 感覺被壓制的有點慘阿 伯伯人 正常來說 這一把應該是伯伯人可以壓制住蒙古的 但沒想到蒙古被 伯伯人被蒙古打了個正著 完全扛不住 好 下方再繼續往下走 哇 到處都是馬弓 說你沒地方跑阿 好 正面的巨型偷司機被拆掉了 這裡駱駝做到了很多事 巨型偷司機應該也可以拆掉正面這棟城堡 好 蒙古也很努力的想要打多線 好 下方的聰明中路收到了城堡裡 這邊大亮駱駝直接走過去 踏爛的下方的蒙古突擊 好 但是自己的兩台巨型偷司機也被拆掉了 好 這時候終於轉出了標槍騎兵 呃 白槍騎兵是不太需要升級 就可以使用的單位 但是他的手比較短 所以要比較貼近敵人才可以使用 但優點是不需要升級戰毛病的科技 但缺點是要花更多的肉 但血量上也有加成 好 點下他的吉射 要轉戰毛嗎 太貴了出不行 好 現在兩邊都在用自己的主力單位 做進攻當中 對呀 哇 上面這一坨村民已經被騷擾到了 這個再不趕快上去救援的話 村民會損失慘重 雖然蒙古的村民樹已經反超了伯伯 伯伯這邊村民樹下降只造了113村 村民樹已經落後於20村左右 蒙古則是繼續用自己的馬弓優勢 到處開射 真的覺得馬弓 蒙古徒季的馬弓這個射的聲音很好聽 一直噓噓噓的聲音 好 右邊撞到毛病 但是這時候伯伯仁打出了GG 哇 沒想到這個蒙古人 可以如此屌虐伯伯伯仁 是相當不容易的 因為通常伯伯仁應該也不會太難打蒙古才對 但由於這把經濟上有被打出差距來 導致伯伯仁沒有辦法有效轉出自己的馬弓單位 還有自己的標槍騎兵 甚至戰毛兵 還有一些騎兵單位 反而一直出駱駝 損失了非常多的肉類跟黃金 投資在上面 但如果不出駱駝的話 可能又打不太眼正面 尤其是第一波前壓寶的時候 這個出駱駝我覺得還是必須的 但是還是要找個時間 把自己的弱弓給蓄起來 駱駝駝變起來之後 才有可能反擊的回去 這一坨的蒙古徒季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